電信門市499大戰打得激烈 卻意外爆發 以似個資外洩案 這個存過不是我的資料 李先生手上拿的這些東西 是電信客戶的專案申請書 但明明是另外一位客戶 盧小姐的 他指控因為門市人員給錯文件 別人的個資竟然流到他手上 他們的客服說 這份文件是不會列印出來的 但是也是列印出來的 還是他們的急機密的一些文件 就是客戶的個資部分 裡面有身分證字號 現保卡字號 機密文件外流 李先生姆薩薩 本來想解約辦499 沒想到翻閱資料 才知道這根本不是他的東西 趕緊跟上頭這位客戶聯絡 一起到門市理論 沒想到 他們的態度就很顯然 就是很不友善 就稍微把我們趕出去 我太太走的時候 再次跟他們確認說 這樣子就可以了嗎 有沒有補券 他們說不用 因為這是我們補券的 星期五 我當天突然接到 那個敵人說 他是台灣大哥大的救護 說我有你們的客資在我手上 其實當下我太太聽了也下了笑 各自外泄 盧小姐的先生電訪直言 想到就覺得很恐怖 李先生現在也擔心 他的資料是不是也落到別人的手上 記者試著聯絡電信總公司 但截稿前仍無法取得回應 受害客戶已經向警方備案 不排除走向法律途徑 釐清整起事件 記者後國文潘穎文嘉義報導 那請掙托 好 都不屬於